市長跟署長 請江部長跟王署長 邱委員早 部長早 部長 這個 我想請教你 連勝文先生在 昨天的半夜十一點半 出院您知道嗎 我從昨天晚上新聞上得知 昨天晚上的新聞上得知 那署長 您呢您是什麼時候知道 連勝文先生出院 這部分 我也是看到新聞以後 才向中正一分局查詢 看新聞以後才知道 有沒有任何的警察保護連勝文 出院 在離開 醫院之前 在離開醫院之前是 我們是本來 中正一分局有派 然後在離開醫院以後 有派 一名警員送回他的家 送到他家門口 送到他家門口 警察就走了 是不是這樣 部長 部長或者是署長啊 你會不會覺得 你們在處理這個案件上面 不夠嚴謹 不夠謹慎 身為全國最高的治安首長 內政部長跟警政署署長 都要看新聞才知道 警政署署長還要自己親自打電話去跟中正一分局查證 你的屬下也沒有人主動來跟你通報說連勝文要出院了 然後也沒有人告訴部長 說連勝文要出院了 你們是不是要做任何的為安部署 那假如連勝文在路上又出了什麼差錯 誰來負責 部長你要負責嗎 還是署長你要負責嗎 連勝文先生喔 不是 昨天我們才知道他要出院 因為在更早前兩天 報紙還有透過台大醫院這邊就已經評估他的傷勢 大概已經接近可以出院 只是不確知是會在禮拜天還是禮拜一 因此我們心裡是多多少少有個譜 知道他大概在這一兩天會出院 那至於說要不要由我來指揮警政署 然後再叫警政署派人去保護他 我想這個層級的事情 部長不用管到那麼多 不用管到 好部長你不用管到這麼多 那署長呢 署長你要不要管 既然是你自己要親自打電話去給中正一分局查詢 你的屬下沒有一個人打電話跟您報告這個事情 因為本來出院的時間 還是這個也層級太小根本也不用輪到你管 署長 沒有這個我當然應該要了解 你當然應該要了解 那你絕不覺得你們警方在這個部分有失職的地方 署長這個也沒有失職 應該做保護我們還是做了 我們也派員了 署長 我覺得你們所有的治安單位啊在處理連聖文這個案子啊 疑點重重 不是只有馬面殺人的動機疑點重重 連你們在處理這個案子都是疑點重重啊 部長你說這個層級太低不用不用輪到你管 那如果按照連聖文一開始的說法 這個是政治動機 馬面要置他於死地 照理講你們應該要好好的保護這個重要的證人 應該要加強介護連聖文的安全 可是你們竟然認為這個層級太低 不需要用到你部長出面 署長也要自己打電話去跟分局求證 那不是一點重重是什麼 那很顯然就完全不是所謂的政治動機 好如果撇除不是政治動機的話 那是不是在當晚第一時間 王署長出來面對社會大眾所講的 跟陳鴻源家族事業 是有關的 兇手主要面對的是陳鴻源的家族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你們的偵辦方向應該是朝這個方向去 可是到目前為止 我也看不出警方或者是檢調的真案方向 到底在哪裡 照理講兇手也抓到了 胸槍也有 人證物證各方面通通都有 那你們什麼時候才會宣布破案 向委員報告 剛剛委員的敘述裡面有講到兩點 都跟我這邊的了解有一些出路 第一個 連勝文先生從槍擊案之後到現在 沒有對外公開做過任何的宣稱 只有我們檢察官 就是法務部檢察官曾經去徵訊過去訪談過 部長如果你這個說法 你這個說法成立的話 那我必須嚴格的提出抗議啊 連勝文沒有本人對外宣稱 但是他透過這麼多人的轉述 包括我們在現場的郭樹村委員 都出來轉述連勝文的說法 包括謝國良 包括鄭麗文 包括連勝文的特別助理 包括丁遠超 每一個人都出來講啊 都說這個是政治動機啊 前面敘述裡面跟我們目前確確了解的出路 另外如果說你們的了解 跟連勝文的宣誓是有出路的話 你身為全國最高的治安首長 你更應該對全國大眾來正式宣誓 這樣的話語 我想王署長也沒有這樣講 他在對記者的說明的時候 以及後來 當天晚上所發的新聞稿 都寫得很清楚 就是初步徵訊所得 嫌犯共誠系 針對陳姓候選人 但警方仍會深入調查 大概就是這幾個字 完全沒有去講說 這個兇手跟陳嘉茄是什麼樣的 如果是這樣的話 如果是這樣的話 部長 我認為你們應該要對社會大眾 有一個嚴正的交代 如果真的是針對陳姓候選人 警方應該要在這個時候 公開的開記者會 以正式聽啊 委員我剛才講的是說 你現在大家眾說紛云 你現在馬上就把他推給檢警調查小組 因為確實我們並不知道 偵查不公開 像我自己本人現在並不知道 問到的事情是什麼 我認為你們真的應該要好好的去檢討這件事情 包括 警方在第一時間 王署長對外的說法 甚至包括 你們讓重要的關係人杜一凱 可以請假 飛到中國去 一天 要飛回來 到底他去中國做了什麼 你們有沒有掌控消息 向委員報告 杜一凱他是證人 杜一凱向我們警方基層 反映說他有一些事情要到中國大陸去處理的時候 問他可不可以去 我們警方說這個事情我們會報給檢察官 那麼在承報檢察官之後 檢察官說因為他是證人 他並不是被告 那麼根據刑事訴訟法相關規定 並沒有限制他出境的這樣的一個規定 所以呢 就讓杜一凱先生 所以你們對待 你們對待像這種人 我就不曉得你們的評估標準到哪裡 民進黨很多人 本來是證人 要搭飛機的時候 上飛機的那一刻被你們改成被告 然後就被你們從飛機上拉下來的 大有人在 證人在上機的時候變成被告 或者是說你的證人 為什麼他可以出境 你們不是一直在調查通聯紀錄 第一時間就發現杜一凱跟馬面關係匪淺 你們還可以讓杜一凱請假出境 這個我也覺得匪夷所思 另外一點 陳鴻源早就知道有人要在他的場子作亂 早就知道要對他不利 結果呢 陳鴻源不通知警方 陳鴻源請黑道來協助現場秩序 所以當天勇敢的去搶救連勝文的 就是一個黑道的頭子啊 警方還要表揚這個黑道的頭子啊 我就不曉得你們是腦子錯亂還是怎麼樣啊 向委員報告 人家已經表明了 不相信你們警方的辦案能力 你們還要去表揚黑道頭子 不糾紛或者是有人可能鬧場是不是如剛剛委員所講 我們並不知道 他願不願意跟警方在事先講說今天晚上可能有鬧場 這個是他的決定 我們也沒有辦法知道 這個部長啊 警方真的完全都不知道嗎 對於這一些情資 對於這些有可能發生的治安事件 警方真的完全不知道嗎 向委員報告就我當天晚上 因為現在我對這個案子也蠻脫節的 因為我並不是檢調專案小組 所以當天所詢問的檢方並不知道 說會有人持槍要來鬧場 警方還是檢方 警方 警方並不知道 警方並沒有任何這樣的線報 說有人要持槍鬧場 所以我質疑說後來檢察官怎麼調查 這個我就不清楚了 署長 你要不要也做一個宣示啊 部長說你們警方並不知道 當天會有出現什麼樣的狀況 你同意這個說法嗎 對 事先不知道 確實嘛 你們不知道 警方不知道當天會有什麼狀況嘛 對 是不是這樣 好 我們只是做 一般每一個候選人 他到次活動現場都有做相關的一些警衛部署 好 這個 署長 這是我跟你們警政署要的資料 選前之夜 你們的這個市議員候選人啊 所有的這個市議員候選人造勢晚會 警方使用的調查表 這是我跟警政署要來的資料 台北市警局 支援的警力總共一百人次 台北縣警局 六百三十三人 台中縣二十一人 台中市六十五人 台南縣三百六十五人 台南市三百二十六人 高雄市三十一人 高雄縣九十四人 一個台北縣 高達六百三十三人 如果拿台北縣跟台中縣比起來 他是人家的三十幾倍 一個台北縣的警力部署 六百三十三個警察哦 然後你告訴我你們沒有任何的情資 關於說會不會有人鬧事 那如果按照國民黨委員 當天晚上在台上議政言辭 要用選票制裁暴力的話 很顯然台北縣是所有暴力的來源 不然你們為什麼要配置這麼多的警力 然後我再請教你 這個資料呢我去要來之後 我記得我上個禮拜詢問過您 為什麼陳鴻源的晚會現場 配置三十七個警力 你告訴我說因為現場有一千五百多人 所以配置三十七個警力 後來我把這個資料去問了一下 你知道台南縣有一個議員 叫李文俊 一個候選人 李文俊的晚會會場也差不多一千四百人 李文俊的晚會會是配置多少人你知道嗎 配置九十三人 你這個所有資料裡面最多的 那我還去問了另外一個候選人 我說你的晚會會場有四十個警力配置 他說哪有這麼多 我說那你晚會多少人 他說五六百人而已 而且他的晚會只有半個小時 很顯然 你們在說謊嘛 很顯然你們都有掌握某一些情資嘛 否則你的警力配置怎麼會這樣呢 台中還有一個候選人警力配置只有八個 因為每一個警察局 每一個分局 他會依據 今天在他自己分局轄區 這場活動 大大小小的活動 有多少人參加 交通的狀況怎麼樣 他會規劃不同的警力配置 並不是說 每一場活動都是 所以你這樣講的意思就是說台北線的人力過剩喔 台北市 台北線有這麼多人 他沒有人力過剩 還可以搞到六百六百多人 六百三十幾個 然後你們一直講 不知道有這些情資 可能就是因為你們這些 反應遲鈍 所以陳鴻源寧可要黑道來幫他 也不願意警方來介入啊 也不願意要求警方來保護啊 如果你的道理言之成理的話 那你們在整個所有偵辦的過程裡面 包括您今天的報告 只有 三張紙 你這個你現在你現在講的這些東西 你上個禮拜來已經都講過啦 我本來以為期待說十天過去了 你會有一些新的東西出來 還是沒有嘛 還是沒有嘛 因為我可以講的不多 署長 那你覺得該不該成立證調會 我覺得現在有檢察官指揮的 我們的目前的專案小組來查這個案子 我個人看法是應該是夠的 你覺得這樣就夠啦 那很顯然 你能講的不多 很顯然你隱瞞的更多啊 很顯然你隱瞞的更多啊 沒有人授權我可以講這些東西 這個證調會 那證調會是一定要成立啦 連聖文出院這麼大的事情 你們兩位竟然沒有一個人知道 所以部長我上個禮拜沒有說錯你嘛 319槍擊案的時候 內政部長跟警政署長都下台 只有你們兩個還能穩弱泰山 連重要關係人重要證人出院 你們都可以看報紙看新聞才知道 還可以睡得安穩啊 全世界大概找不到其他人啦 好 你應該有錢 谢谢大家